好了 其实咱们呢 这个千说百说 这个也说不到点上 那接下来咱用个情景剧 来淋漓机智地表现一下 小说 这你是不是随意挖滑的 对 随意挖滑的 我照顾差不多了 是 就挖滑古怪的 爸 不过让个位置啊 你说这姨也是啊 这姨可真是不太会做人啊 你说我来回家了 你这屁股也不抬一下呀 养尊处优呢在家呢 我看家里地啥的 我爸说衣服啥的 都是我爸来洗 谁说的啊 我爸说的啊 我比他干的多 你没看到 我没看到 对呀 那是我演瞎了呗是不是 不是 你演瞎 那我爸撒谎了呗是不是 对 你俩都是看孩子来了 孩子说他 跟他俩越见过就完了 我爸跟姑娘聊两句话 这家的横眉冷对亲夫指的 那眉毛都立起来了 咋的我一句 我冤枉你啥 我冤枉你了刚才呀 咱有事说事呗 也没冤枉你 那咱就摆一摆呗 那个随在那就不对了 你摆着嘛 家里头不是家里地 但他特别敢玩着 必须要这样的 越讲越讲的 事乐 对越玩得越讲的 我说越讲的事乐 他挺好 我现在就定去 各方面都都 他要跟我摆 爸我没说他不好 他先给我摆 摆一摆呗 地方高不高 我把他地空一空 沙发挪开 咱给他地上摆一摆啊 你说咋摆 摆正方形 摆圆形 还摆方形 那我就来问你爸呗 这活儿到底干还是没干 你才有问法 你干那多 这你姑娘不知道 那我就来问你 那不你说的吗 那南京冰说 那不对 那南京冰在说 他说说女儿 对吧 对不对 在不管怎么 你老伴对不对 对对 你老伴看你严谨 然后说就问 你又再对 你也是说 对 你说你有啥资格 不乐意啊 还摆一摆 不是有啥资格 我没有资格 出门车拉着你 你说你还摆一摆 你也这么会摆呢 你摆啥呀 我不跟你摆 跟你爸摆 你瞅你现在的状态 就跟我不乐意 你凭啥跟我爸摆呀 我跟他过日子 我爸对你好不好 不好 不好啊 哪不好啊 他撒谎啊 他哪撒谎 那句话就叫撒谎啊 对了 你说话也够值得了 挑我毛病的 哎呀 爸呀 行啊 下次我来你家 我打个草稿 我先妈说一妈说明白 我再进你家门 要不然我 我又不会说这话 我不进你家门了 爸 你别要我这姑娘了 静可亮 别在挑你这毛病 我的天哪 回家我可这么累呢 我欢迎姑娘回来 男嘉宾呢 你觉得这吵架吵得吓人吗 怨恨不了了 怨恨不了了 真要真认 姑娘和这个 咱媳婦吵得这么激烈 你向哪边啊 谁对向谁 大面我谁也不能说 但是我只对不能说 这个老爸 但是大面那说女儿 说实话阿姨 当闺女的 她不可能说 在闺女也有直来直去的人 可能就说了那么一句话 你就那么生气 要把一把 你说了一句话 你平常说我 没干活 这句话你绝对能惹着人 啥人都能惹着 我跟你说阿姨 咱以后吃亏就容易吃在这 其实你人心很好 我这人比较直 就是比较直 对 但是别人如果冤枉你的话 你是受不了的 对 就这一点是不行的 对 你俩都是她 那孩子来了 还在说她 跟她俩越交越完了 对 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 直言是特别对的 因为我们直言 能够让对方了解我们的心思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冲突的时候 就应该当做一个智者 智者当借力而行 应该借她爸爸的力量 来达到我们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里面 大哥你不是局外人 这里面最应该出头的就是你 不管是姑娘和你的妻子之间 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是好与不好 你都是作为一个中间力量 应该出头的 是我已经向着打了 你俩既然你刚才来的 这样的问题说话 我那也心理 心理 我一讲说实在是心理的 我还是可以查是吧 我还真好 所以说有的时候 解决问题是需要智慧的 说话是需要艺术的 这就是一场战争 可能你一句话就把它平息了 所以我 也也是一种艺术 也在学 也得学 这是慢慢揣摩出来的 咱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把对方交汇的 来吧 接聊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其实生活当中需要两个人互同去沟通的 毕竟不是一个人在生活了 是不是 接聊请我们的男嘉宾先稍作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 好嘞